在唐太宗的一生中 公元643年一定是作为悲痛的一年 这一年 太宗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 正月 魏征去世 太宗失去了一面镜子 我们在《千古魏征》里曾经说过 太宗在正观中后期治过有所懈怠 是魏征实时在提醒他 魏征身体不太好 经常没法来上班 太宗有一次想念魏征的经见 就给魏征下了一道诏书 说 魏征啊 你不来上朝这几天 正可是犯了不少错误 正知道你身体不好 正想亲自去你家里讨教 但是又怕你们批于吟送 这样吧 你有什么想要对正说的 就给正上书 然后魏征立刻上了两封奏章 把太宗批评了一顿 太宗读完魏征的经见 浑身又来劲了 荣光焕发 魏征家里穷 太宗就把宫里的一座小宫殿拆了 拆下来的木头 送到魏征家里盖房子 可见太宗对魏征有多么器重 然而天命难为 归宴643年中月 魏征还是走了 2月 太宗命人在林阳阁为魏征 等24功臣画像 讽刺的是 林阳阁的末迹还没有晾干 就发生了齐王李佑的谋反 而随着李佑谋反牵连出来的 居然还有太子李承前 大将侯军吉谋反的 惊天大案 唐太宗不得不忍痛流发一个儿子 含泪处死云原爱将 那么这一切的悲剧 是怎么发生的呢 李承前和侯军吉 为什么要谋反呢 李承前 唐太宗李世民的嫡长子 公元619年 出生于长安太极公承前殿 他的名字承前 就来源于此 公元626年10月 太宗刚登记了两个月 就把年近8岁的李承前 立为皇太子 那时候的李承前 聪慧敬 人见仁爱 太宗为了培养 这个未来的帝国接班人 破费了一番心思 正观四年 公元630年 太宗任命李刚为太子少师 负责李承前的教育 当时李刚年纪已经很大了 走不动路 太宗赐给他不年 领三个侍卫 抬着他进入东宫 给李承前 讲授四书五经 正观五年 李刚去世 太宗又任命 北齐书的作者李百耀 为太子又数字 当时李承前还是比较正常的 就是顽心比较重 嬉戏过度 李百耀写了一篇 赞道父 规劝太子 太宗知道后 赏赐李百耀一匹马 三百段薄 正观九年 公元635年 太上皇李渊驾崩 按照礼法 太上皇驾崩 皇帝应该守丧一段时间 国家大事 就由太子 赞为达礼 那么李承前达礼的怎么样呢 据史书记载 还不错 述政 接令 听断 颇实大体 自此太宗敏行信 常令拘守监国 之后 太宗敏当离开长安寻信 李承前就监国 可见 太宗对李承前是很信任的 也给机会 让他多接触政务 多锻炼 可是李承前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却性情大变 举止越发乖张 这些行为包括 但不限于 宠爱难宠 重情深色 陈敏打猎 大搞奇妆异服 行为艺术 李承前身边的大臣见了 纷纷上书劝见 比如太子左树子 于智宁 写了一封建院 太宗得之后 赏赐于智宁 黄金石金 捐三百匹 以示嘉奖 太子右树子 孔颖达 也曾多次面见李承前 但李承前 左耳朵进 右耳朵出 表示你们随便劝 我听进去一句 算我输 在规劝太子的众人中 最激烈的 当属张玄素 正关十三年 国元六百三十九年 张玄素两次上书李承前 劝他不要沉迷游猎 荒废学业 李承前越后大怒 说这个张玄素 是疯了吗 这之后 李承前的行为运输 越发出奇 有一次 他居然在宫中击鼓 动动动动动动 外面都能听见 在张玄素的哀求下 李承前停止了这一闹剧 可他怀恨在心 为了报复 李承前派人 在张玄素上朝的路上埋伏 等张玄素来了 一同好打 差点把张玄素打死 要知道 这可是在皇城内院 在天子的眼皮子底下 居然有人敢行刺 还成功了 幕后主使是谁 只要不是傻子 应该都能猜到 不过张玄素是什么人 那可是对着唐太宗 都敢指着鼻子骂 你跟杰昼一个德性的见惯 他会怕你李承前吗 不久 张玄素再次上述李承前 劝他不要营造 亭台楼阁 多用心在圣贤之道上 李承前大怒 他决定 物理解决这个凡人的老头子 于是李承前找了两个刺客 要去杀掉张玄素 不过没有成功 除了张玄素 李承前还刺杀过于智宁 于智宁 秦王府十八学时之一 戏为八度国于锦的曾孙 跟着苗红的关聋集团 于智宁的结局 比长孙无忌好一点 没有被唐高宗整死 得了个善主 作为关聋集团成员 于智宁敢于在一些事情上 发出异于常认的意见 比如 唐太宗曾经想过 给西梁李浩立妙 但于智宁却说 西梁李氏不是我大唐的先祖 不可以为其立妙 好歹悟 要知道按照官方说法 李唐皇室是龙兮李氏之后 于智宁这话属于啪啪啪脸了 但他也没有因为这个事 受到处罚 相反 太宗对他很是气愣 有一次 唐太宗召集群臣宴会 期间没有看到于智宁 太宗很不满 问 怎么把于智宁落下来 负责宴会的人说 陛下 您召集的是三品以上官员来赴宴 于智宁关节没有到三品 所以没喊他 太宗听闻 立马给于智宁升官 封他为散记长室太子左树子 在太子左树子的任上 于智宁尽心尽责 让李承贤很是恼火 想出了刺杀的损招 可当刺客一晚来到于智宁家里时 看到他家里的条件 家屠四壁 居然不忍心下手 刺客 有人性啊 李承贤如此任性妄为 最后已知父王 正可谓 咎由自取 政官16年 国元642年 这一年大唐的疆域空前广阔 南北19000里 东西9500里 内容方面 米价跌到了一朵米 只要3000到5000 唐太宗对群臣们说 正有良喜一句 这喜的是 外无编幻 内无饥荒 这句的是 大唐的繁荣能否一直持续 此时的唐太宗 已经是奔武的年纪 所谓武时之天命 太宗站在居安思危的高度 不由得为帝国的未来思考起来 还是在这一年 太宗和群臣讨论 当下什么事情最急迫 尚书又扑页 高世莲说 百姓生计最急 皇门侍郎刘继说 四夷边疆最急 中书侍郎曾恩敦说 礼仪制度最急 太宗听了 只摇头 你们说的都不对 还是楚隋梁揣摩到了太宗的心里 他说 当今最着急的事情 是太子诸王定奋 太宗被说中了心思 点头称事 太宗说 朕近年来 常常感到疲惫不堪 太子也不给我省心 整天搞些行为艺术 历朝历代 朱王如果不安分 有乖主义 国家就会生乱走 你们都是朕的古宫之臣 可要给朕好好教育那些皇子皇孙 楚随梁说的太子朱王定奋 指的不是别人 正是魏王李太 李太 常态宗的第四个儿子 可李承前一样 是长兄皇后所生 而且只比李承前小一岁 除了李承前 李太还有俩哥哥 二哥李宽 生母是谁都不知道 身份估计十分低位 这种出身 独的就是做梦 并且李宽早在武德三年 就被过继给李世民的弟弟 在随末乱世中 被杀害的李之音 蓄香火了 名义上都不是太宗的儿子 更不可能夺迪了 李太的三哥 李克 母亲是隋阳帝的女儿 和辈分算是广神的外甥 这血缘注定了李克 跟皇帝无缘 所以如果哪天 李承前被废了 那么大概率就是李太 被立为新太子 夺底的客观条件 具备了 主观条件 具不具备呢 哎 这个就很值得玩味了 唐太宗没有明确地说过 要废太子 但是他对李太的态度 却让李太认为 他夺底有戏 唐太宗 十分喜欢李太 这种喜欢超过了 其他任何皇子 包括太子李承前 将干五年 太宗封了一批皇子 为都督 像李克被封为 潭州都督 李右封齐州都督 李政为扬州都督 李太被封为 向州都督 其他的皇子受分后 都去当地上任了 唯有李太 被太宗留在长安 只是姚李 向州那边的事情 太宗让张亮去打理 再比如 太宗恩准李太 开文学馆 这可是当年 他为秦王室 享受的待遇 名义上 秦王府十八学士 都是些文人 可是在大唐建立后 当年的十八学士 摇身一变 都成了治国的大才 杜如慧 方轩林 于智宁 楚亮 难道他们是只会 吟诗作对的三府为人吗 所以啊 名为秦王府学士 其实是李世民的智囊团 现在李太也有样学样 搞了个文学馆 招揽四方人才 他想干嘛 学当年的李世民吗 李成前知道了 心里会破一惊呢 而更加要命的是 太宗想干嘛 是想废太子吗 是看李成前 烂泥虎不上墙了吗 李太在开文学馆后 弄出了一本 余地学剧主 《阔地日》 相当于大唐版的水晶著 非常详细地 记载了各地的山川地理 风俗人情 历史严格 神话传说 太宗非常高兴 觉得 嗯 这儿子会来这儿 知道父亲喜欢什么 当时李太的 伏地前 门庭若氏 庞太宗给他的赏赐 比太子李成前的规格 还要高 这引起了 储随良的警惕 储随良上书说 陛下 您给魏王赏赐 过于丰厚 恐魏王心生 非分之下 太宗这才 减少了赏赐 可没过多久 庞太宗又做出了一个 让人大跌眼镜的操作 他下了道 赵书 命李太 搬到太极宫 伍德殿来住 魏征得知后 立刻劝谏 说 陛下万万不可 您把李太 搬到宫中住 是怕他的弯念头 还不够大吗 再者 伍德殿是什么地方 那可是您四弟 李元吉住过的地儿 当年李元吉 住伍德殿 世人就多有非议 现在陛下 您是想让这个非议 再降临到魏王身上吗 太宗这才撤销了 这一诏书 以上这些 单拎出一件来 就足以让李成前 心机肉跳 更别说 他们同时 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 而如果说 上面这些事 尚可用溺爱来搪测 那么下面这件事 很有可能 就是太宗自己 一不小心 把那些想法 说出来了 怎么回事呢 原来有一次 王规尚书说 现在三品以上的官员 路上遇到亲王 都要从车上下来 站在路旁 等亲王过去 臣以为 这不符合礼法 太宗说 怎么不符合礼法 你们这些大臣 对镇的儿子们 一点都不懂得尊重 魏征反驳道 诸亲王 魏赐三公 按照品级来说 三品以上的官员 是可以遇到 亲王不下车的呀 这里补一句 唐太一品是虚致 二品三品 就已经是很大的官了 太宗急了 脱口而出 你们怎么知道 亲王不能做太子 万一太子早要了呢 好家伙 这也是可以说出来的吗 难道太宗心里 真实想法是 李承贤这孩子 病越来越严重 估计活不长 哪天李承贤死了 就立李太为太子吗 这话传到 李承贤的耳朵里 李承贤心估计要碎一地啊 父皇不怕我这好 居然怕我夭折 李承贤本来就有足脊 可能是因为疾病的关系 外加太宗对李太的宠爱 让他充满了危机感 所以心里变得有些扭曲 和年少的聪明伶俐比 完全是两个人 李承贤做过最离谱的一件事 是披头散发 在东宫里搞突厥cosplay 他找了一群突厥相貌的人 让他们穿上突厥人的衣服 搭建起突厥人的粘房 拿起武器互相作战 李承贤自己再cost了一下 突厥克汗 他躺在地上装死 让身边人按照突厥的习俗 以刀还免 血泪俱下 在这种古怪的行为艺术中 李承贤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他甚至说 将来我做了皇帝 就去投奔阿什纳斯摩 在突厥人手下 作为一个社 岂不快哉 时间来到正观17年 公元643年 这一年的春天 大唐的朝堂看似风平浪静 实则波云诡诀 李承贤和李太的斗争 已经是人人皆知的事实 而最后的决定权 则握在太宗一人手里 643年3月 左宠位中郎将李安言尚书 劝劲太宗说 太子是国之根本 陛下您要慎重对待 委婉地提醒太宗不可费掌利用 太宗回复说 太子虽然有足迹 但仍然是朕的敌长子 朕怎么会费掌利用呢 话虽然这么说 可太宗对李太的历难仍未减弱 于是李承贤又想起了老一套 暗杀 他找来刺客意图刺杀李太 但是没有成功 刺杀李太未果后 李承贤产生了一个 更加疯狂大胆的想法 学习他老爹当年学我们之变 也来搞一场政变 具体做法是借口并威 骗太宗到东宫来探望 等太宗一踏入东宫的大门 就把他软禁 然后逼迫太宗善让 李太那边也加坏了夺敌的脚步 围艇杜楚客二人贿赂权贵 广为游说 大造舆论 他们逢人就说 李太多么多么聪明 皇上多么喜欢李太 李承贤多么废达不堪 双方的矛盾白日化起来 校表展示了贞观17年 宰相上书队伍李 李太 李承贤双方的势力团体 司空 上书左扑越 房玄龄 兼职太子少师 负责教育李承贤 看起来房玄龄是太子的 不过房玄龄的儿子 房玄龄和李太的关系很好 所以房玄龄的态度 很可能是两边下注 不管李承贤和李太谁上位 他都能捞着好处 这也符合房玄龄 老摩生算的处事风格 上书右扶也高士连 一把年纪 这会儿都打算退休了 夺敌的事情 他应该没有参与 利部上书侯军吉 铁杆太子的 和李承贤一块儿搞政变 意图复刻玄武门之变 囚禁唐太宗 利部侍郎苏旭 当年的秦皇府十八学时之一 大随名臣 苏微的孙子 铁杆未亡的 李太的那部《库立志》 就是在苏旭的窜逗下 写出来的 明部上书唐姐 和高士连一样 一把年纪 没心思搞政治斗争 唐姐为人呢 也比较随意 做官的时候天天喝酒 不把正事放心上 李部上书李道宗 身为皇祖的他 也没有必要掺和夺敌 而从李道宗 曾经在太宗面前 告发侯军吉 有谋反之心这个事看 李道宗应该不是李承贤一党的 兵部上书李济 平定东都学后 李济长期在宾州做官 长安的事情他很少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 宾州大都督一职 由李治摇领 所以李济很可能是支持李治的 只不过此时李治年纪上右 所以朝城的目光 大多集中在李承贤和李太二人身上 而历史则跟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 最终赢得太子之争的 居然是一直在旁 吃歪看戏打酱油的李治 刑部上书刘德威 没有记载他是哪边 应该是中立的 公部上书杜水克杜水会的弟弟 铁杆魏王党 前面刚说过 他和围艇四处游说 给李太打广告 说他多么多么优秀 然后来看宰相队伍里的其他人 中书侍郎曾文本支持李太 皇门侍郎刘继支持李太 身冠末年 刘继被楚隋梁抓住把柄 被唐太宗刺死 中书令杨师道应该是中立的 特径李济也是中立 自从灭屠一魂后 李靖彻底不问政事 什么夺敌 不知道 不评论 谁当皇帝 我李靖都一样效忠 经过上面这一番分析 相信大家能看出来 在正观十七年这个节点上 大唐高层官员里 支持李太的占多数 支持李承前的占少数 这也是李承前 着急发动政变的原因 再坐视不理 等这些宰相上书统一意见 认为太子该废 让他想反抗都没有办法了 但是出乎李承前意料的是 他的逼宫阴谋 还没有来得及实行 就为太宗知道了 而导致李承前阴谋败了的人 竟然是千里外的齐州都督 齐王李右 齐王李右 唐台宗的第五个儿子 母亲是英妃 李右的舅舅叫英红智 阴险狡诈 他对李右说 当今皇上子嗣众多 你得考虑下 新皇登记后如何自保 于是李右在齐州养了很多剑客 李右在齐州唯非作胆 不干正事 唐台宗知道后 下诏责备了他两军 齐州都督府长使 全文记对李右说 皇上下诏谴责您 是希望您能改过 不如让我入朝 给您说些好话 这样皇上一定会宽恕你的 于是全文记就出发去船了 到了船 全文记说 李右已经改过自新了 他之前为非作胆呢 都是他身边 攒军魔 梁蒙虎 这两个人蛊惑的 太宗非常高兴 赏赐了全文记很多钱财 同时下诏敲打一下李右 让他不要自拿 继续好好表现 全文记回来后 李右大怒 好家伙 你得了赏赐 我得了批评 你是不是在皇上面前 把我卖了 不久 太宗派刑部尚书刘德威 来齐州调查 攒军魔 梁蒙虎二人 刘德威一查 发现这俩坚定小人 带着李右干了不少坏事 太宗于是照全文记 李右来京城 打算当面教育一下 李右慌了 他觉得 这要是去了长安 必然没个好 于是李右找来 他饲养的一个剑客 一眼红亮 把全文记杀了 不仅杀了 而且还分尸 全文记是太宗派来的官 李右杀了朝廷命馆 所幸一不做二不休 也反唐了 太宗一看 呵 小毛孩子居然敢造反 先跟你李济叔叔过两招吧 所以派李济发兵 征讨其中 李右哪里打得过李济啊 很快被活捉 送到禅 由于犯的是谋逆大罪 所以即便是唐太宗的儿子 也难逃一死 而在大理寺审理 李右谋反暗示 顺藤摸瓜 查到了一个人 名叫何干成姬 这个何干成姬 是李承前派的 同时也和李右 有利益往来 此前李承前想刺杀李太 就是找到他 而且李承前还对何干成姬 明确地表示过要造反 李承前原话是 我西畔攻强 去大内 正可二十来步 此间大清静 岂可并其万乌 意思是 我在东宫 离父皇的大内 只有二十来步 岂是其往那小子能比的 言外之意 我想发动政变 轻轻松松就能成功 何干成姬被捕后 把李承前的这些话 原原本本的 全都交代了出来 唐太宗大怒 命令司徒 长孙无忌 尚书左辟 房玄林 特径 萧宇 兵母尚书李继 御史大府 马周 中主侍郎岑文本 江义大府 楚隋梁 大理司心 孙福嘉等人 调用大理司 中主省 门下省 尚书首四方力量 彻查太子谋法案 从主审官的名单可以看出 这绝对是当朝第一大案 审理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反心已拒 造反的准备都做好了 就懂最后的行动 而和太子一块 意图谋反的人游 首先 汉王李元昌 李元的第七个儿子 唐太宗的义母弟 其次 力不上书侯军吉 高昌之战后 侯军吉被太宗 关进监狱 心生不满 而且他自恃甚高 觉得自己不该 驱居房玄林理静之下 所以连结李生前造反 第三 杜如慧的儿子 杜和 杜如慧是 贞官早期的重臣 一年早逝 贞官四年就病逝了 唐太宗有一次 吃到一个很美味的瓜 吃着吃着 太宗哭出声来 旁边人问 为什么要哭啊 太宗说 这瓜这么好吃 可惜杜如慧尝不到 然后太宗命人 把吃剩下的瓜 供奉到杜如慧的领牌前 现如今 杜如慧的儿子竟然要造反 不知老杜地下有之 会作何感想 杜和身受皇恩 娶了太宗的女儿 重阳公主 杜和死后 重阳公主改嫁 生下一子 名叫薛少 对的 就是武则天的女儿 太平公主的第一任老公 薛少 此外 军队中也有李承前的死导 左同位中郎将 李安岩 原为李建成的部下 选我们事变后 太宗不计闲闲 仍予以重用 和李安岩却不知感激 和李承前搞到一起去 面对长孙无忌 房玄灵等人的审理结果 太宗的心碎了一地 他想为李承前 求一条生路 于是试探性地问臣下 该怎么处理李承前呢 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通知是人来计 打破了沉默 他竟言道 陛下不失为慈父 太子得敬天年 这是最好的结果 太宗于是救破下驴 没有处死李承前 只是将其飞为庶人 发配钱周 而李元昌 侯军吉 杜河 李安岩等人 就没有这个好运了 统统被处死 至于主动告发 太子谋反的和干成姬 不仅没有被治罪 太宗反而将其升官 刺绝献功 对于处死侯军吉 太宗很是痛心 毕竟李安哥的墨迹 还没有干啊 本来吧 太宗是想把侯军吉 作为李靖的接班人 去培养的 他让李靖 教侯军吉兵法 可谁知 侯军吉嫌弃李靖 教的太少 要他教授 更精妙的用兵技巧 李靖心眼子多呀 他立马跑去太宗面前说 侯军吉有谋反之心 太宗问 何处此言 李靖回答说 陈交给他的兵法 足以应付周边四仪 而他还要学习 更高深的用兵之处 不是想谋反 是想做什么呢 侯军吉临死前 求太宗放过他老个孩子 太宗答应下来 没有将他们处死 只是罚品领难 这次这场震动朝野的 太子谋反案 尘埃落定 可紧接着 另一个问题又来了 李承贤被废为庶人 那么李太 该怎么处理呢 唐太宗那么喜欢李太 为什么最后 却没有立他为太子呢 敬期待正观之志第十五集 太子李治